我们现在把车停在古城堡的另外一边 这个位置 然后准备把太阳棚升起来 在这里做个午饭吃 我们现在把太阳棚给撑开 在这里做个午饭 把这个脚胶给拿出来 把这个撑在地上 不要稳固 打个桌子吃饭了 嗯 我们现在热一下这个打法 包的大盘鸡 太少了 我们吃完了 我们就上去那片沙漠里面去走走 现在水捆了 我就把它那个火条小一点 给它慢慢煮一下 看一下 好香啊 对 好好吃啊 还有面块 我最喜欢吃这个面了 我们刚刚还加了一些拌面进去 来 你也来吃 好好吃 把火关了 把火关了 一直走太烫了 好慌啊 荒芜人渊 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 就是电影无人区拍摄的取景地 整边都是大荒漠 你看这边 那个石头 奇形怪状的 这个是亚丹地帽 越野车还可以开上去呢 那里有个车印 越野车的车印 我们车算了 我们车就开不上去 把你被关在车上 他知道我们在吃东西 关在车里 我们吃的就方便多了 等小薇吃完了 我们就爬上这个土丘 上去玩一玩 看一看 这边太荒凉了 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吃完饭后 带着半斤 兴奋的奔向山上的沙丘 踩着柔软的黄沙 被四周奇特的 亚丹地帽岩石所环绕 尽管烈日当空 我们和半斤 仍旧乐此不彼的 往高处跑 我们刚刚就从那里爬上来的 哇 半斤 走 我们一起 在蓝天白云的阴沉下 带兴色的戈壁汉海中 看起来几米 几十米高的座座城堡 绵延在荒漠 望不到边 周围鸟寿绝迹 人迹罕见 万籁聚迹 我们站在一处沙丘上 居高临下 急目远眺 我们在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功 试试沧桑的同时 也能感觉到我们孤身 处在这样的场景中 在自然面前是怎样的渺小 往上走 走错 如此 又有个多 走着你随而走 走着你 走不了 好 好 好 我要攀岩上去 你觉得我能成功吗 厕手空拳吗 蜘蛛女侠 好 好 你上辈子是只猴子吧 牛逼啊 我要去装那个洞了 不会吧 会不会把我压扁呢 厉害吧 厉害 快走 我感觉这个要垮了 你看到没有 嗯 你看这个有缝隙 到那上面 赶紧走 半斤 抓 半斤 先进去了 赶紧进来拍个 那个鼻子都是傻 半斤 回来 我们带着半斤 在沙丘上玩了很久 玩累了之后 就回到车上休息乘凉 边欣赏着满目 骑山骑景 边吃着自制的水果沙拉 这种感觉 也许就是房车旅行中 最值得体验的方式了 出现爱的小河 我跨上沙漠之肉 飞向烟豆沙漏 周厉害我 我们准备上车离开 去下一个景点的时候 半斤像个小孩子没玩够一样 四处乱跑 不肯上车 我只好去抓他 没想到半斤真的长大了 跑得飞快 我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们现在正前往下一个景点 眼前这些经历了百万年 甚至更久远历史的 被风吹 日晒 雨淋 被沙漠狂风打磨过的天然年时 让我们仍旧新奇不已 车被陷住了 问他需要帮忙吗 现在地里面吗 你要去问一下吗 走吧 我们车会不会 我们有那个绳子 不知道 有引药车现在 前面那辆车现在沙地里边了 我们去问一下 看看他要不要帮忙什么的 他说不用帮忙 他能出来是吧 对 不过也就一点点沙 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说只是一点点 我们还可以给他拖一下 他拿块板底一下就能滑出来了 他那个底盘还想去那里 算了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 一起去看这个世界